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很高興來這邊跟各位分享一些心得 今天我們要講的題目叫做 《科技狂潮》裡面的人文反思 這是我自己 跟各位分享一下 其實我從高中的時代就立定我的志願 我就是要進大眾傳播這一行 我要拍紀錄片 我想拍電影 我想當個記者 所以在這麼長的時間內 我大概約莫工作了在這行大概20年左右 其實我想做的基本上都做到了 過去很多人問我說 你真的那麼喜歡傳播業嗎 我都幾乎是垂胸脯跟他說很肯定 因為我有使命感 我有熱情 所以我很希望我可以在這個領域裡面多做發揮 不過這個時代如果您再問我同樣的問題 我會再思考一下再回答 因為整個傳播環境已經變了 我們過去在跑新聞的時候或者拍紀錄片的時候 我們的器材比較大 那時候的傳輸跟網路環境都沒有現在這麼好 所以那個時代我們在不管是找資料或者在查證一些事情 一些事實 要花的力氣是比較大的 好 今天既然要講到科技 我希望我們可以從攝影術開始來講 因為攝影術關乎我們的視覺經驗跟影像 在19世紀的中期 人類終於第一次有機會可以把寫實的影像完全的複製並且留下來 但是那個年代的攝影師 那個年代的影像工作者 他必須具備非常高的知識門檻 他必須懂光學 他必須懂化學 才有辦法把一幅照片呈現在世人的眼前 連沖洗一張照片都那麼麻煩 就更不用講所謂的合成跟特效了 門檻相當的高 好 這個1920年代末的末片 我們現在談到電影的影像 這個鏡頭看起來很驚險 這個人快要摔下來了 我們來看他怎麼拍的 過去的所謂的合成 需要透過人類的錯覺跟攝影機的構圖 去創造那種所謂的緊張刺激的感覺 所以攝影機搬到屋頂上面去 再做一個假的景片 把人擺上去 各位不知道能不能看清楚 所謂錯覺跟驚險的感覺 就是這樣而來的 但是呢 現在各位 那個科技的門檻降到非常低 把你們手機拿出來 到網路商店去download一個軟體 也許花你10塊20塊的美金 過去要非常高規格 非常高成本的合成的這個影像創作 再做每一個都可以 甚或那個阿公帶的小孫子6歲 他玩一玩 滑一滑 他也能做 所以門檻越來越降低 今天在這個場合 沒帶手機的大概可能我點不到三個 我們只要有手機 你只要懂得錄影 你只要懂得攝影 你在一個事件的現場 你在一個活動的現場 你就可以加上你的圖說 這發生什麼事 我看到川普了 你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內把影像給送出去 所以 講到這邊 想跟各位分享一下 數位科技的確帶來很大很大的便利 但是 它某種程度好像對我們人類 產生了一種難以抗拒的誘惑 怎麼說呢 尤其對一個族群 大家應該都聽過一個影像軟體 叫Photoshop 然後年輕的朋友們 你們可能會常有一些話 比方說你P圖了沒有 你P了沒有 那個P就是Photoshop 好 國小六年級的 以及退休的70歲 80歲的阿公阿嬤 你只要願意學Photoshop 你也能操縱影像 跟神一樣 你幾乎可以把你想要的影像 做任何的藝術的創作 或者藝術的詮釋 非常簡單 但是有一個行業 千萬不能這樣做 這張圖是美聯社 一位攝影記者得過普立之獎 然後得過非常多獎項的 資深戰利記者的作品 左下角很抱歉 攝影機穿幫 沒關係 但這張圖我實在太喜歡了 透過修圖軟體把攝影機給P掉了 但是結果呢 其實我看到這張照片 跟看到這個新聞事件的時候 我有點難過 因為這麼資深的攝影記者 我相信他對新聞有熱情 我相信他對所謂的真實性有熱情 新聞圈裡面所謂的道德原則 他一定很清楚 但是呢 對比他的信仰 他的使命感跟便利的Photoshop 我相信他做了錯的選擇 下面一張 這是LA Times 洛杉磯時報的一樣很資深得過很多獎的攝影記者的作品 他選擇了他要的 他把他不要的刪掉了 合成了上面那張作品 這張作品也為他帶來了很慘痛的結果 最後這兩個攝影記者很資深都得過獎的攝影記者 同時被他的報社以及他的通訊社給開除了 我們今天講到這邊並不是說 在過去的舊年代就沒有所謂的造假這些事情 但是現在因著科技的便利 技術門檻的降低 變得越來越容易了 而且該守門的 門檻最高的這一群專業的工作者 也很難抗拒這樣的誘惑 好 前一陣子我收到一張照片 其實看到的時候很難過 因為他的圖說是敘利亞一個男孩子 一個難民的小朋友 躺在媽媽的跟爸爸的墳旁邊 很多人看著這張圖心碎掉眼淚 很想可以做些什麼事情 也就是說這張圖的渲染力 這張圖的說服力appear 是非常非常強的 但是最後我失望了 原來是 因為我為了這個故事我去google 我想要知道更多的細節 但是錯 我發現這張照片 其實根本不是一個新聞現場拍攝到的 他是一個攝影藝術家 創造的情境 情境喔各位 情境 他想要表達他對難民的憐悶 他想要表達難民的苦 難民的難 但是他選擇了一個這樣的創作方式 他在貼出圖的時候 他已經說了這張圖是創作的不是真的 可是透過現在社群科技跟網路時代 一散播出去被扭曲了 或者被加油添醋了 然後透過二手傳播 各位知道結果怎麼樣嗎 我在前兩天為了這場演講 我就上去google這張圖 我在google裡面打了幾個關鍵字 敘利亞 難民 兒童 父母 墳 我得到這樣的清單 所謂的標題清單裡面 每一則標題都把這件事情當成是一個真實的新聞事件 也就是說從此以後 假新聞 這則假的新聞假的事件 在網路上它變成一個真實的事件 我不曉得各位看到這邊有什麼 心裡面有什麼感受 因為我們都希望我們既然是個人 我們既然是人類 我們就可以生存在一個沒有謊言的世界 沒有謊言的時代 但是我們隨便舉個例子 在現在的網路跟社群科技那麼發達的時代 很簡單 一個非常小的照片就可以告訴我們 可能我們看到的未必然是真的 我們都活在一個所謂的碎片化的時代 我們的手機 我們的LINE 我們的FB 常常會有很多訊息進來 比方說有一則可能我們所謂的長輩文好了 媽媽或者阿公丟來一個訊息 跟我們說黑糖有毒不能吃 我們到底要不要相信它 因為現在我們身處的網路世界 它充滿曖昧性 所謂的曖昧性就是說 真實跟虛假模糊 重點是我們沒有辦法判斷 所以很多人會在第一時間選擇 分享 但是這個簡單的反射動作 其實可能會造成更多的誤解 更多的混淆 以及更多的恐慌 所以剛剛我們講那兩位造假修圖的攝影記者跟報社 他們某種程度叫負了責任 他們開除了然後發出道歉的聲明 可是我們現在在網路上 我們周邊的社群環境裡面 有多少訊息是不需要負責任 更不用說如果有一些惡意的謠言 惡意的攻擊 匿名性的攻擊 其實防不勝防 因此我們活在這樣的世界裡面 我們還是需要多了解一下 我們到底處在怎麼樣的環境裡面 每天的一分鐘裡面 全世界的很多主要的訊息平台 產生這麼多數據 推特9000多則 臉書21萬多張照片被上傳被分享 我們簡直要被這些訊息海嘯給淹沒了 但是你今天收到一個訊息 我們到底要如何看待它 說實話假的訊息 頂多讓我們對事情的了解 產生了阻礙 我們沒有辦法了解真相 但是更可怕的是 錯誤的訊息或者假訊息 它往往會引爆所謂的對立跟偏見 2013年馬拉松 波士頓舉辦了一個馬拉松的競賽 發生一個爆炸案 當年的紐約郵報 以及CNN的報導裡面錯誤擺出 在西方世界尤其在美國 受到很強烈的批評跟攻擊 比方說他們有意無意的暗示 這個炸彈爆炸案 可能兇險跟皮膚是黑色的 他們有意無意的暗示可能是阿拉伯人 所以這些訊息在透過社群媒體的散佈 括號二手傳播 括號扭曲 括號放大 對族群之間其實會產生很大很大的對立 以及衝突 所以我們各位想一想 我們周遭的朋友 我們只要一談到穆斯林 談到阿拉伯人 談到伊斯蘭教 是不是我們有很多朋友說 恐怖分子 但是真的是這樣嗎 穆斯林在全球有16億的人口 如果我們認定它是一個正性的宗教 我們怎麼會很簡單的就去連結恐怖分子跟伊斯蘭呢 我們也可以摸著我們自己良心問一問 我們真的花時間去了解這個對我們來講很神秘的宗教 跟阿拉伯文化了嗎 所以我們活在這樣的一個世界裡面 一樣 像穆斯林的小孩一樣跟我們一樣 跟我們周遭的小朋友一樣 天真又可愛 所以談到這一邊 我們剛剛講的所有的一切 如果沒有科技的狂飆 如果不是透過科技的能力的加成 不可能造成現在這個現象 於是呢 其實我在準備這個講題的時候 我一直徘徊在科技跟人的中間 我一直在想 科技究竟為什麼會存在 科技理論上是要為了增進人類的福祉 而存在 但是如果科技的存在被人類給誤用了 引導到錯誤的方向了 那科技的存在還有意義嗎 所以我對人這個字我又起了興趣 科技我們很容易了解跟形容 但是人文 人文什麼叫人文 沒有關係 我們到劍橋字典上面去查一下 所謂的人文或者人本 它的翻譯很簡單 它的定義叫 了解 理解 講道理 以及仁慈跟博愛 被人文 要有點人性 所以我們如果抓著這幾個關鍵字 再來想一想我們現在的世界 我們現在活在一個以科技社群跟自我為中心的世界 我相信每個人大概都能夠意識到 我們現在身處的社會裡面 其實造假還有對立的濃度其實還蠻高的 我們常常接受到訊息比如說什麼人怎麼樣 然後他不倒一定不會怎麼樣 但這些訊息有時候你只要不思考 我們只要不思考一次 你相信以後我們就變成被操弄的民粹了 所以活在這個世界裡面 我們剛剛講的這些現象 傷害的 是哪兩個字 我們剛剛講的亂分享 然後煽動 或者說 刻板印象 傷害的都是 所謂人本主義裡面的理性跟仁慈 也就是說 講道理跟博愛 這兩個最關鍵的 核心 精神 已經被科技 因為科技的被濫用而抹滅掉了 好 西方有一個哲學博士叫Michael Lynch 非常有名 他寫了一段預言 他說如果未來智慧手機的科技 可以進步到變成一個晶片 然後指在我們的大腦裡面 那個時候我們遇到任何問題 Google一下就好 答案就出來 但是有可能Google到剛那夜 小男孩的新聞 你不錯你Google了 但是是假的 所以 如果我在這個前提下 假設網路系統當機了 然後我們的大腦還能思考嗎 Michael Lynch他說 我們在過去的大腦的 思考的模式很簡單 我們透過觀察世界去了解真相 我們透過探究去找答案 重點是我們要講道理去互相說服 以及凝聚共識 那這三個字裡面 其實還少了一個 還有一個大腦裡面充滿 PASSION 我們充滿情感跟憐憫 這些所謂人類本性的 裡面的真善美跟普世價值 在現在的社群時代其實 嚴格來講滿受傷害的 我作為一個媒體工作者 我們看到很多現象 其實心裡面很難過 尤其我們身處的寶島全世界 我們常常會聽到民粹兩個字 民粹從何而來 它是從很多複雜問題的簡單化 以及煽動而來 這邊想跟各位分享一個字 叫Post the Truth 這是牛津字典去年的關鍵字 這個字的意思是說 我們常常在討論一些議題 我們參與一些議題的討論 我們情緒亢奮 要改革一定要怎麼樣 選舉的時候 A跟B互相攻擊 互相抹黑 互相提告 但是選舉結束了以後呢 A當選B落選了 選民一哄而散 真相不再重要 所以我們是活在一個 不在乎真相的世界 那這個字 關鍵字在牛津字典裡面 被搜尋的比例非常高 在美國一個非常有名的智庫 叫Pew Center 也去年做了一個調查 百分之六十四的美國人 認為他們活在一個 假新聞的世界裡面 而且這個混淆了 他們對於基本真實的理解 我相信我們可能會 也處在這個境地 尤其台灣的媒體 信任度並不高 觀眾信任度並不高 所以我們常常會懷疑 這真的假的?黑糖真的有毒嗎? 所以混淆 我沒有辦法找到真相 這個現象其實跟 守門機制的崩潰有關係 過去沒有自媒體 沒有社群 所以媒體可以幫大家守門 用專業的媒體素養 去幫大家過濾假的訊息 但現在很麻煩 現在所謂的媒體守門機制 快要崩潰了 所以觀眾 群眾很容易去操弄跟禮謀 偏見跟仇恨很容易被放大 我們回到2010年 相信各位都聽過阿拉伯之春 跟茉莉花革命的字眼 當時從北非的圖尼西亞 埃及一路延伸到敘利亞 爆發了很多反政府的民主化革命 有一個重要的關鍵人物 這是埃及人 他是Google在埃及區的行銷經理跟工程師 叫Well Goning 他成功了設立了一個FB的網頁 成功了帶領了數百萬人上街頭 成功了 其實他們的政權也被推翻了 但是這麼多年來 埃及並沒有因為民主化革命而變得更好 反而更加的激烈的對立 激烈的衝突 所以這些國家真的承受得了西方民主化的結果嗎 現在整個阿拉伯世界裡面 唯一可以說民主化成功的可能只有圖尼西亞 所以Goning他在多年以後 他懺悔了 他認為社群科技加速了傳播錯誤的訊息 以及謠言 他的懺悔最重要的是 有兩個關鍵字 我們把複雜的社會問題 透過動員 透過聳動的語言 透過這些活動 簡化成動員的口號 的確大家情緒都起來了 大家都握起拳頭說我要推翻你了 但是沒有辦法互相對話 沒有辦法互相說服 以及找到族群的最大的共識 我們講那麼多 每一個國家的政府都知道 假新聞對人類對社會的文明是有傷害的 所以從美國到台灣 很多國家開始要對假新聞宣戰了 不管是政府或者是民間 我們來看一下 所謂的網路共和國最大的 我們叫FB Facebook 他也開始去提供了所謂的反偽標籤 Disputed Tag 如果我們看到這個標籤 代表這個新聞可能有問題 傳播龍頭英國的BBC 在他的網路新聞加上了 reality check 我們看到這個Tag 我們可以相信 這個是經過查核過的 應該可信 維基的創辦人 維基百科創辦人 Jimmy Wells 他成立了一個 新的Wiki Tribune 一個以事實為基礎的論壇報 其實我們講到那麼多 科技本身無害 還是在人心啊 但是我們身處在這種社群 其實資訊非常複雜的時代 如果我們不思考 如果我們不想明辨真偽 如果我們不信守理性跟仁慈 其實我們就是一個禮盲的族群 所以能做的把思辨力強化 同理心要有 活在社群裡面要夠聰明 如果未來的社群模式有可能變得更好 變成更大的改變 我們必須支持它 最重要的是 客觀的事實 它才是我們人類社會 進步的信賴根基 而理性跟仁慈更不用講 它是我們最重要的價值觀 講到這邊 其實我還是相信科技 可以為人類帶來福祉的 只要它有人文的內涵 但是這一切 需要我們共同來努力 謝謝各位 一段時間 我們關注